昨天有消息传出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变天之后 第二度秘密会见首相马哈迪 而哈迪阿旺选在世贸月中一席补选提名日的前一天 去会见马哈迪 让外界都在揣测 这两名政坛强人到底讨论是什么呢 很快的哈迪阿旺昨天就出面解释 说这一次的会面主要是和马哈迪 来商讨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协调事务 而来到今天 另一位当事人首相马哈迪 他却爆出了惊人的消息 以上的这番言论是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昨天回应有关于首相马哈迪会面的内容 不过在短短一天内 会面的内容却爆出惊人的消息 马哈迪今天在出席活动后 被记者追问时指出 哈迪阿旺昨天已经白纸黑字 向他保证伊党不会在世贸越补选中 为巫统站台 马哈迪话音刚落马上就引来了乌统领袖的抨击 乌统副主席伊斯麦莎比里率先反驳 并质疑为何马哈迪能够代表伊党发言 这是狗鸡跳墙的声明 伊斯麦莎比里还说 在今天的补选提名日上 媒体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伊党的大头们 例如伊党总运书达金有丁 副主席伊德利斯阿默等 都为国阵的候选人站台 这并不符合马哈迪的言论